你也是种草莓的,我也是种草莓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草莓的花瓣有几片 什么是草莓的叶叶 估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在种草莓的过程当中 你们也没有注意到 所以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 草莓各个部位的名称 这个视频对于种草莓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把你的草莓散养 那你可以不知道它 如果你想把草莓种好 那么你一定要知道它们 同样是干货分享 建议你收藏 因为以后我们讲到草莓的施肥 草莓的管理 包括草莓使用药 都要知道草莓各个位置的名称 才能去更好的管理它们 我们知道植物有三大部分组成 根茎叶 草莓来说又增添了三种 除了根茎叶以外 还有花果种 草莓的全周期 主要是由这六部分来组成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飞鱼的镜头 来了解了解草莓各个部位的名称和功能 为了了解根 我们牺牲一颗草莓 把它长得好好的挖出来 多少人讲视频有这么下雪板呢 大冬天把根全部挖出来 暴露在空气当中 给大家讲解 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首先我们就先了解一下草莓的六个组成部分 它们是根 茎 叶 花 果 这些小点点就是种 草莓的根系就是草莓的嘴巴 我们一直说草莓长不大长不大 如果草莓的嘴巴出了问题 就比如说一个人的嘴烂了 缝了针 你让它吃东西它能吃得了吗 让它去大口的啃骨头 不要说它吃下去了 它嘴巴的缝的线要开裂了 嘴巴是不是又出问题了 所以草莓的根系就是草莓的嘴巴 根系不好 草莓没有办法吸收营养 传书 草莓的植株就长不成 根系怎么来分呢 看着中间这些粗粗的壮壮的 它们就叫主根 是草莓的原生根 从侧面长出来的根叫侧生根 随着草莓的生长 它们的主根慢慢的坏死掉 从侧面逐渐的长出来新生根 就是草莓的侧生根 从草莓的主根上会长出来虚根 从虚根上再长出来更细的 我们看到跟托巴斯一样的 这样的就变成毛细根 草莓的水分 营养各种元素 主要都从毛细根来吸收 草莓的主根发达 有更多的毛细根 草莓就会吸收更多的营养 长得更健康 那么根 种在土里面就是土生根 种在水里面就是水生根 种在那种水物里面 就是雾生根 还有一种叫做气生根 气生根就是在空气当中生的根 大多数出现在瀑布茎当中 我们去看一看 这个根是在空气当中生出来的 就是气生根 它是草莓的瀑布茎 没有接触到土壤 因为空气有一定的水分 它长出来的气生根 好 我们现在了解了草莓的根系的主要名称 接下来就是茎 草莓的茎很短 所以我们称为短缩茎 什么叫茎基部 一般会有茎基部产生病害 就是茎跟根接触的位置 就叫茎基部 从它的短缩茎开始伸展出来的叶片 也从茎上会生出草莓的瀑布茎 所以草莓的茎部是传输营养 和生叶片瀑布茎的位置 它也会生侧芽 接下来就是草莓的叶片 大家都认识叶片 叶片脱起来的叫叶饼 草莓是由三个副叶组成的 我们之前也分了草莓的老叶 功能叶和新生叶 老叶片有的朋友分不清楚 第一点老叶会枯萎发黄 发焦 另外一个老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贴地 它是贴到地上了 功能叶是叶片梳长得最好 长得最大 叶片油量发绿 新叶是从草莓的中心 长出来的 还没有梳展开的小叶子 接下来我们说花了 如果你不了解花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替花来受粉 草莓的花瓣一般有五片 花的下面的位置 托起来的顾名思义就叫花托 这个绿颜色带锯齿状的 它叫鳄片花瓣 白颜色的就是花瓣 当然有红色的花瓣 然后这些带着小黄颜色点点的 就是雄蕊 比芝麻还小的 这个里面就是花药 中间的这个小球就是雌蕊 当花药成熟的时候 它会炸开 就会散落在雌蕊上 这样就会给它受粉 到这儿我们就能分清楚雄蕊 雌蕊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果实 这是一颗白草莓 果实是白颜色 一般草莓我们见到的都是红色居多 然后它的种子看到了吗 红颜色的是它的种子 我们吃草莓的时候 是带着草莓的种子一起吃的 种子扒下来是可以发芽的 但是想从种子播种让它开发结果 很难很难 我也一直在做 接下来我们在静积部观察 叶片和叶片中间 这个名词就叫叶叶 记不住是吧 就是嘎之窝的意思 走茎呢 就是从叶叶长出来的 你看这是一片叶 这手里面又是一片叶 这个位置长出来的就是它的走茎 就是它的扑腹茎 所以扑腹茎是从两片叶子中间长出来的 有一些花絮也是从叶叶中间长出来的 什么叫花絮呢 花絮这个名词比较难理解 回头画图给大家讲 我们记住就是草莓在它的全周期 能长三到四绪花 一绪花上面有三到四级的紫花絮 一个花絮上大概有三朵花 所以草莓能结几十个果子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般种草莓 每绪花只留七个果子左右 草莓的全周期大概能留二十个果子左右 再说一个就是从静积部长出来的侧芽 这是草莓的主茎长出来的生长点 开的花长的叶 从它的静积部又长出来了侧芽 其实侧芽就相当于扑腹茎 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 它会抽生出扑腹茎 但是天冷的时候 它中间没有那一夹茎了 在短缩茎上直接长出来的一个侧芽 有些朋友会很开心说 我一株草莓变成了两株 但是你要理解 侧芽吸收了它主制的营养 所以它的花叶都会变得更小 今天我们了解了草莓各个部位的名称 只有了解了它们 今后我们在种草莓的过程当中 才能更精细化的管理 如果你喜欢草莓 如果你喜欢种草莓 请关注跟草莓此刻到底的守卫人飞鱼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